我们来介绍HC303 每次在展会上面都超多人在问的 而且平常的时候也很多人打电话来关心这部机器的一个使用状况 现在我们来简单的就拍个小视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机器 刚刚大家已经看到这个表了 已经大概初步上有点知道它的状况 现在我们进入到机器上面来操作 它有分几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就是这个热点播放区 30个按键快速的一个执行播放 另外一个调速的区域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独家设计的一个彩屏 这个彩屏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在显示什么U盘里面的歌名 撕掉夹的名称 就是你可以先找到歌名才播放 这是很大的一个特点 非常的方便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后面板的一个接口 然后呢就是它可以放桌上的设计 有点斜斜的 这样子也比较好操作一点 放桌上还有放机下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当我们插入U盘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个界面会先显示在这个地方 就是资料夹的名称 那我们现在按一下这个按键进去之后 就是我们可以看的在播放 而且这个这个的部分呢 你可以加中文加英文的歌名都可以 我现在随便先放一首歌 我现在push进去 好 然后就可以开始播放了 然后我在播放的时候 我还可以找别的 别的音乐哦 你看我还可以来找别的音乐 好 比方说找到这个 哎我要播放这首歌了 要push一下就可以了 就可以播放了 好 也可以找别的资料夹 好 操作的部分 然后呢 呃 我们这个这个U盘里面的这个 这个 资料呢 也可以就是说 透过这个萤幕把 音乐的部分分配到这个按键上面去 那这个分配的按键上面去 有两个方式分配 一个方式就是说 我指定一个时间 好 比方说我要 萧敬成这首歌 我要从 呃 第55秒55开始播放 因为我们的读秒是精细到0.01秒的 好 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分配到第一个按键 比方说 好 下一个小野丽莎的这个歌 我要把这个歌的零分零秒 一般正常我们就是选到这个歌 它是零分零秒 我把这个地方 选到第二个按键上面去 好 在 在我们把别的资料夹在上面 好 然后 比方说音效掌声 好 这个地方 我把 这个音乐 把它分配到第三个按键上面去 就是 他 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就是指定时间 第二个方式是指定曲目 好 可以到这个按键上面去 都可以 这很方便的 那 播放的模式呢 也会有 也会有三种 等一下我们用另外一个U盘来测试 因为这个U盘呢 我们现在没有把这个U盘的这个设定呢 放到这个按键上面去 好 那我们这个按键上面呢 会有四种灯号 四种灯号就是 当你没有设定按键上面去的时候呢 会是这样的状况 就全部都蓝色的 好 那 当你如果设定完了之后 它就会变成是 只要被设定过的 就是变成是黄色的 好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没有设定过的拔掉 我们现在 这个U盘呢 是我们之前有设定过的 那 这个U盘的部分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你设定过之后 你可以储存 储存完之后就像这样这样子一样 就是说 你把之前有设定过的再插上去 还有 这个黄色的是 我们已经设定过 就恢复 它之前的一个记忆 那 因为这个U盘的部分呢 是之前我们没有设定过 所以它只有蓝色的灯 然后呢 现在好 我们现在用这个U盘来做它操作 黄色的部分 已经是设定过的 让我现在直接按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反应很快 那这个反应快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当你在现场执行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不像 不用像电脑一样 或者是播放器一样 你可能要去寻找或者是要反应 才有办法去播放 这个呢 基本上你就不用去想了 你直接就是 上面你只要贴贴纸 比方说这是上台月 长官进场月 然后这个是婚礼月什么什么的 你只要一看一按就可以了 0点几乎是一秒钟以内的事情 但是电脑就不是这样子 有可能会出错 有可能 鼠标会不灵什么的 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机 专机专用 是基本没有任何的问题 在上面的 只要你设定好 但是它必须要有个 先前设定的一个工作就对了 这样子呢 你可以把音乐先储存到U盘里面去 这部机器上机柜里面 带到现场去之后 你只要带个U盘就可以 或者是你甚至把U盘插在上面 这个机是你专用的 你就设定好之后 以后只要是你控的场 你就可以把这个机器一打开之后呢 里面都是你熟悉的东西 你在播放啊 在操作更是容易的 那现在你看这样 我们现在基本上来操作 都是很傻瓜式的 然后这还有调速 调速呢 我们还带个调速不变调 这不变调 调速 那我们操作的话 有个操作视频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学习怎么去设定它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三个模式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模式就是 我们一般在 在按这个按键的时候 有按第二次会怎么样 它会这样子 那第二个模式的时候呢 第二个模式是这样子的 是有带一个这个POSE符号的 那你看 它会停住 继续播放 这里还有一个模式就是 我按第二下的时候 它会返回到原来 所以像我们这个 基本上这个机器设计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主要是30个按键 你只要预先把它设定上去之后 你在现场的操作 执行方面的话就会非常的快 而且 就是那会让你觉得就是 在现场几乎没有什么 会有出错的问题的 有很多时候呢 你在现场执行的时候 都是因为你播错歌 或者是 你长官上台到一半呢 你音乐还没有出来 那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们眩音电子呢 在这上面 这部机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 第一方面 保证它稳定 第二方面音色绝对好 因为支持Wave档啊什么的 然后呢 在这个找歌的部分呢 又帮你设想到了 你就算你不按这个HQ这个按键的时候 你就算放U盘 你在这个里面找歌呢 播放都会非常的容易 甚至比电脑各方面都还快很多的 那其他这个按键的部分呢 其实也都是一些 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 就是说播放部分的一些辅助 那如果你们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的操作视频上去 这个简单的介绍呢 就是说 针对于这个机器到底是 用在什么地方呢 然后它的一个好处在哪里 刚刚大概都已经简单说过了 这个HQ区热点区30个按键 先设定好之后 快速播放 稳定 而且执行的速度时间 都是能在你的掌握里面的 甚至你不用思考 就可以去执行它了 再来一个显示屏的部分 这个彩评的部分 上面有好多资讯 包含时间 包含是不是什么状态 曲目 歌曲名称 终意文都可以 然后呢 还有这个播放的这个 热点的播放的这个区 还有就是 这个状态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调速的部分的一个 一个就是那个速度的一个显示 还有这边就是一些播放部分的 我们一些辅助 所以我们在这上面来看一下这个 什么叫演出神器 U盘播放器王者 你几乎找不到任何的U盘播放器 能够跟它比 首先 第一个就是它有这么多的一个按键区 还有这个显示屏 就是以现在来 现在的一个现场 不要说国内的 连日本的可能 它都没有办法有这么方便的东西 而且我们自己在生产这个机器的时候 其实就也是用非常高的标准 去设计它的了 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真的可以尝试来买一台看看 相信一定可以帮助你在演出当中 更加得心应手 经过我们这部机这么多客户的一个 购买的一个状况反应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 有任何不懂 我们都随时会给你一个 就是说 就是说可以做个指导 这样子 非常谢谢 大家观看这段视频 拜拜 拜拜